上次我們就在東邊街電車站 來了個港式風味之旅 可能大家會覺得吃來吃去都是懷舊的東西很悶 這次我們就帶大家來一個中西合璧 文化匯聚的一日遊啦 首先我們由十字冰室開始 吃飽才有力行的嘛 一進去就看到門面都挺特別 黎紅燈的十字冰室用來打卡就最適合不過 整個室內的裝修都有別於普通的茶餐廳 十分有個性是舊和新的結合 而且用色亦都相當精簡 整間餐廳只用紅、黑、白三個顏色 我想大家小時候都有喝過十字牌牛奶 據說用色的概念就是源自於十字鮮奶的玻璃瓶 白色代表牛奶 紅色是雙標顏色 而黑灰色就是來自瓶蓋的陰影部分 餐廳不是由十字牌牛奶所開 只是冰室和十字牌牛奶合作 但這裡的食物也是傳統茶餐廳美食 再配上新的元素 而且店鋪裡的炒滑蛋、麥皮、燉奶、奶色和軟雪糕 都加入了十字牌牛奶製作 難怪炒蛋有股熟悉的牛奶味 加上黑松露的幽香非常滋味 至於蕃茄牛奶湯通粉的湯底 就用了正宗的西式做法 成品選了新鮮的元國牛味 用大量的蕃茄、蘿蔔、蔬菜等熬製而成 湯頭濃郁 每一口都試到酸甜的牛肉味 吃完正餐就可以吃甜品 沿著長命斜落 就可以見到元寂甜品 全香港現存最古老和歷史最悠久的甜品店 一定是西環的元寂 在香港一間食店可以有165年 真的很誇張 店鋪沒有想像中那麼古舊 這是因為元寂已經搬過三次了 我不肯定桑記新蓮子蛋茶這個甜品 是不是元寂所創 但最出名的桑記新蓮子蛋茶 就一定是元寂 桑記新蓮子蛋茶有幾種叫法 可以一隻蛋、可以雙蛋、可以不要蛋 也可以不要蓮子 但最傳統的食法就是桑記新蓮子蛋茶 40元港幣的一碗糖水 偏貴就一定 估計人手製作和真材實料 值不值這個價錢 就好看個人喜好 但單講糖水 我就覺得這隻蛋真的很出色 現在在其他糖水店吃到的雞蛋 大部分都是最後才放進去 所以吃的時候完全沒有吸到糖水的味 但這裡的蛋就真的好像茶葉蛋一樣 浸到裡面的蛋白都是茶色 吃下去有桑記新淡淡的甜味 另外我們還點了一個燉蛋 燉蛋有驚喜 很久都沒吃過這麼滑的燉蛋 看著它在這裡震 真的很治癒 而且不會太甜 吃完一個就剛剛好 吃飽了就可以去逛逛 進入到西營盤的舊社區 周圍都是海味和中藥材的店舖 在探索生活歷史的時候 原來又可以預見到舊區新莊 因為當中在橫街小巷的藝里坊 就塑造了好像紐約、倫敦和首爾的壁畫街 近年世界各地都興起了壁畫的熱潮 吸引了不少文青去打卡留念 而西營盤的藝術小區 藝里坊 就邀請了本地和國際的藝術家 為牆壁賄上了獨一無二的色彩 範圍覆蓋西營盤中正街 麒麟里和石棧里 佈滿了四圍的牆壁和樓梯 其中一幅 梟花中的小女孩 黃色和淺藍色的顏色 配搭就十分突出 來到最多人喜歡打卡的位置 彩虹樓梯就位於石棧里和麒麟里之間 樓梯用柔和的漸變色組成 站在裏或坐在裏拍照都不錯 每一幅畫都可以看到畫得有多細細細 顏色線條甚至連接水管和冷氣機 在某一個角落還可以找到藝術家的簽名 喜歡打卡的你千萬不要錯過了 最後如果走完所有東西還有時間 想找個位置坐下打發時間的話 就可以來一間叫Crispy Bistro的cafe 一走到cafe外面就看到一幅叢林壁畫 和草叢的飾物可以簡單地打卡 和剛才的壁畫街又有不同的風格 走到進去會看到整間店都很有格調 走酒吧風 牆上面就高掛了一個風花雪月的螢光燈牌 而它的桌椅和裝飾都非常有心思 看得出每一樣都是店主精心挑選 走進去一點它還有一個室外的花園仔 雖然空間不大 但都可以拿著杯咖啡在這裡拍照打卡 食物方面十分之推薦大家叫士多啤梨鍋 68元的價錢 這麼大份的鍋鍋在cafe來說真是很划 而且它的雪糕是用muffin pick的雪糕 一點都不稀 下午茶的話兩個人就剛剛好吃得完 我們就很健康地點了兩杯果汁 但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試一下這裡的咖啡和酒精類飲品 我們將地方的資料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在下面找到 去之前記得like我們的影片 和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晚安